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四叶草里收获丰硕成果 累计异象成交578.3亿美元 收获满满 随着进博会的举办通关政策的不断优化 如今中国的消费者既不需要出国背货 也不需要托人代购 用动手指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全球商品 未来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口商品也会越来越多 这届进博会上有哪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呢 我们跟随着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本届进博会参展商品可谓是琳琅满目 从衣食住行到装备制造 从日用洗化到家用电器 品类齐全 更有多款世界首发中国首展的新颖产品 而这些产品跟市场的贴近性则更强 本次进博会上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依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抗癌产品康复器械是本次展区的突出亮点 我国是糖尿病病发大国 最新数据显示 全国的糖尿病患者 已经多达了1.14亿人次 注射胰岛素是目前最有效 最常规的治疗手段之一 但是长期多次注射 很多人对于疼痛感是难以接受的 我们在进博会现场 就见到了这样一款针头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细最短的针头 它的长度是3毫米 针端直径仅有0.18毫米 它的出现将极大的缓解患者的疼痛感 为有效的长期治疗提供保障 世界上最细的胰岛素注射针 手术机器人 这些炫酷而又实用的新产品 新技术超乎大家的想象 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域之一 今年该展区最早满馆 可谓一味难求 罗氏 诺华 强生 等参与过首届进博会的大企业 今年也悉数到场 并带着多款世界级产品亮相 来自瑞士的制药巨头罗氏 是首届进博会上 医疗展区展台面积最大的参展企业 去年亮相的罗氏 在中国溢出效应明显 收获颇丰 抗癌鸯胜杀 仅在美国获批后的9个月 便迅速在中国获批 基本实现与欧美同步上市 并在47天内就开出了第一批处方 过去一年 罗氏在中国市场的一大批抗癌药 都加速获批上市 让世界见证了中国政策创新 带来的加速度 第一是我们看中了 中国市场的巨大的潜力 同时我们密切地关注到 中国近些年来 在营商环境的变化 持续地改善 以及中国进一步地改革开放的 这个巨大的决心和行动 近博会这场汇聚全球商品的 商贸盛宴 已经拉开帷幕 在这场盛宴上 不仅有像罗氏一样 第二次参战的老面孔 首次参战的新面孔 也不在少数 来自美国的制药巨头李来 就是本次近博会上的新面孔 虽说近博会上面孔新 但李来和中国结缘101年 1918年 李来在海外的第一个代表处 就设在上海 目前中国已成为 李来全球第二大战略市场 在分享成果 合作共赢理念的推动下 前不久 李来与中国本土合作伙伴 信达生物 达成战略合作 共同开发一款免疫肿瘤产品 并成功上市 为全球患者送去了福音 近博会给了李来一个绝佳的平台 去彰显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期待未来能把更多自主创新 和合作创新药物带给中国患者 这次我们和李来的合作 当然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能够使我们信达的科研的成果 能够迅速地走向全球 会服务于更多的全球的患者 当然第二点 随着这样的合作 我们也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的保障 能够为信达 为了开发新一代的更多的产品 做出准备 近博会的溢出效应 不仅在医药领域 作为首届近博会首批签约的 法国化妆品企业欧兰亚 借助近博会这一全球平台 去年首秀的产品已经上市 便大获成功 本次近博会上 欧兰亚带来了1000多款新型展品 数量是去年展品数量的两倍 其中有三分之一是中国首秀 欧兰亚今年除了带来新的品牌和产品之外 还带来了最新的美妆黑科技产品 希望在中国寻找更广阔的商机 它是一个全球第一个 不用电池的一个肌肤环境的一个传感器 它的外观非常的小巧 而且非常具有时尚感 就像别针一样 你可以把它给别在你的衣服上 女生的话可以把它别在包上 它就可以实时地去探测 你身边的这样的一些紫外线指数 随着近年来 国民化妆品行业消费的快速增长 上海的化妆品产业迎来蓬勃的发展 并加速度实现产业的季局 成为了化妆品之都 这对于欧兰亚本土化融合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毋庸置疑 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个增长引擎 但不止于此 中国对于欧兰亚来说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数字化的创新 未来消费者的趋势 欧兰亚将中国市场看成 全球最现代化 最有未来感的地方 随着美容产品的消费升级 定制化成为了 未来市场的新商机 本届展会定制化黑科技产品 层出不穷 韩国第一大化妆品集团公司 爱慕里太平洋 在本届展会 带来了全球首发第二代 3D定制面膜 通过手机将扫描面部的尺寸 会被记录到电脑中 通过系统的分析 通过3D打印机 5分钟就能打印出一张 个人定制化的面膜 今年爱慕里是第二次参与展会 首届的成功举办 更加坚定了 直跟中国的决心 今年爱慕里带来了 近11个品牌 近400个展品 与首届进博会相比 此次爱慕里带来的品牌数 和展品数都翻了一倍 因为中国市场非常大 然后目前中国市场的 变化也非常的快 可以帮我们在这里 尝试很多的新品 尝试很多的策略 未来是可以辐射到全球的 这场全球顶级的交易盛宴 已经拉开了帷幕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近博会提供了一个了解熟悉 购买世界上高质量产品的 渠道与平台 随着进口商品的不断落地 不出国门买全球的愿望 正在得以实现 这里就是位于浙江省 东北海岸的宁波州山港 跟宁波州山港相隔指使的 就是全国15个保税区之一的 宁波保税区 这里有着销售成绩令人惊艳的 跨境电商产业 全国多家电商平台的保税仓 都在这里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消费者选购进口商品 都能够快速拿到手的原因 从前如果要想采购进口商品 可能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 有了跨境电商平台以后 采购进口商品只需要几天 甚至江浙湖地区可以半日打 如今在宁波保税区里 如果想采购跨境电商的 进口产品只需要一分钟时间 这是在全国真正意义上 首家网购保税线下自体中心 消费者在这里的话 可以直接实名的 通过刷身份证实名下单 现场提货 徐航程一直负责宁波保税区的 跨境电商产业 今年6月宁波保税区先行先市 推出全国首家网购商品 线下自体的业务 消费者可以到这里选购 自己心仪的进口商品 结账的时候 只需要拿出身份证 实名验证 现场使用网络支付 然后等待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完成海关通关 就能够将进口商品 直接带回家 记者在现场挑选了两块 来造大利亚的养奶香皂 在挑选时 记者发现在这些商品上面 都粘贴着一个二维码 徐航程告诉记者 这个是宁波保税区首创的 跨境商品防伪溯源码 从宁波保税区出去的进口商品 都会粘贴这个二维码 只要拿出手机扫一扫 这个商品的所有信息 都会跃然眼前 它的起运港在哪里 它的原产地在哪里等等 甚至我们现在有些商品 可以追溯到它的 不但追溯到它的起运港 还能追溯到它的产家 海外的生产产家 不仅可以溯源 这个二维码的信息 还和海关信息相连 除了知道商品来自哪里 还能看见这个商品 什么时候进行的海关申报和监管 记者选购好之后 就可以现场结账 在收音台后面有一个屏幕 上面会实时显示 消费者的身份证件信息 然后由收音员进行海关申报 一秒钟的时间 屏幕上就显示货物可以放行 记者从结账到可以拿走商品 也只花费了不到一分钟时间 也就是说 在这一分钟 就可以完成跨境电商商品通关 其实发展线下自体业务 也仅仅是徐航程 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 真正让徐航程他们忙碌的 是近年来快速发展的 跨境电商业务 应该说从去年 首届进口博览会以后 我们国家鼓励 扩大开放进口 促进国内消费升级 所以我们跨境电商这个产业 发展进入良性发展的一个通道 我们去年的话 实现了跨境进口零售销售额 是98.6亿元 跟17年相比数据是翻番 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 您刚才屏幕上也看到了 今年为止的话 销售额是123亿左右 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增长了73% 首届进博会结束之后 各大电商平台 跟全球的生意越做越大 保税仓的容量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 你好 我是阳武汇的 你好 我是海湾的同志 你好 我们今天回来就是要看一下 您这个本次进博会 跟双十一筹备的怎么样 所以我们整个的日发货量 有非常大的一个提示 同时您也看到我们 整体现在整体的仓数 已经基本都满了 现在我们区内 很多跨境电商企业 都面临着这个库容不足的 不足的问题 那我们管委会有的想方策划的解决 徐航成来的就是一家电商平台的 宁波保税仓 今年5月刚刚开仓 这里有着来自全球 37个国家的各种商品 去年进博会上 这家电商平台跟23个国家 达成了未来三年内 1,200亿的异项采购订单 首届进博会 徐航成他们组织了 380多家采购商去参展 采购的异项金额 达到了5亿美金 展会结束以后 越来越多的进口商品 进入中国市场 这也是他们这里保水仓 容量吃紧的原因之一 而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海关的通关便利性 基本上都是属于 秒过的形式态 我们现在平均日均 就是二线处区包裹 一天有20万个左右 那基本上都是可以 顺利地都通过 不会有卡单 一天20万单 不仅五指化办公 提高了通关的速度和效率 在通关的各个环节上 海关部门也都做出了 相应的调整 前两年他们因为 查验券不在港区呢 这个可能对时间支流前 我们现在做了一个 区块联动的话 企业可以把货 拉进保税区里进行查验 这个对企业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 因为港区的 质箱费也比较贵 通关查验 一直是海关通关过程中 比较耗时的环节 很多企业可能在查验环节 就要耽搁几天时间 而且还有花费港区的 质箱费 无论是金钱成本 还是时间成本 都消耗较大 而杨小兰说的 区港联动 则可以把货物 运到保税仓进行查验 这样就省去了 在海关排队查验的时间 也节省了很大一笔 质箱费 政策的红利 从来都是双向驱动 进口商品进入中国市场 更加快速辩解 而最终享受到这些优惠的 不仅仅是外国企业 还有中国庞大的消费者群体 正在采购美妆产品的 蒋景仪 是个热衷进口商品的 购物达人 每到周末 都会出来采购一些 自己喜欢的进口商品 买了面膜 口红 然后润肤露 些妆油这类的 平常比较用得到的 蒋景仪偏爱海外美妆产品 但是美妆产品消耗比较快 所以以前都是自己出国 一次性采购完 然后大包小果的网回杯 或者拜托朋友 从国外帮忙带回来 蒋景仪算过一笔账 如果自己去国外 集中采购美妆产品 来回机票 加上食宿费用 价格还很高 蒋景仪觉得 去国外采购 既能保证正品 可挑选的种类也很多 所以宁可多花点钱 她也愿意跑到国外去采购 但是最近这两年 蒋景仪的采购方式 就完全变了 要去年进博会之后 我还是觉得 上海线下的 海外购的平台 越来越多了 几乎周末的话就是 其实几家店 我都会选择去看一下 首届进博会结束后 全球一体化贸易的 速度突飞猛进 很多没有参加 首届进博会的企业 都在想方设法 求得展会上的 议席之地 而参加过 首届进博会的参展商 则把首届进博会 结束的时间 当作是筹备 下一届进博会 开始的时间 去年第一届进博会 我们很早决定要参展 我们很重视这一展会 通过进博会 我们看到中国 对进口贸易的重视 来自德国的 这个家用电器生产商 一直被全球市场定义为 高端家用电器制造者 他们的产品 在欧洲市场非常畅销 但是近年来 他们的全球市场份额 有着非常大的变化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 整个薄熙集团 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那么大概占到我们 整个公司业务的 近20% 中国市场的巨大消费潜力 让不少外国企业 从销售产品到中国 变成了投资建厂在中国 随着这个市场越做越大 我们决定在中国 正式投资一个洗碗机场 这也是薄熙在亚洲的 第一个洗碗机场 无论是德国的家电 还是其他的外国企业 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上 大放异彩 全都得益于中国开放 承诺的兑现 打开国门 拥抱世界的中国 也促进了全球贸易的 快速发展 这里是近年进博会展厅的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但第11万平米的贸易港里 涵盖着50个国家和地区的 137家客商 在这里 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即有 可以选购十几块的香皂 也可以选购十几万的钻石 法国红酒 与利时啤酒 结合水晶 蒙古洋荣 伊朗地毯 非洲手谷 阿根廷啤具等 全球的明星产品都汇集在了这里 去年进博会的时候人很多 那个11月12月人很多 过了11月12月人开始少一点 现在开始很多 我觉得就可以期许很多 因为现在很多人一定认识这个地方 来自开卖龙的丽莎 去年就进驻了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因为很看好这里的前景 它一来就签了三年的合同 这个贸易港是跟首届进博会同时筹备的场馆 场馆的开放 就是为了让参加进博会的外国客商 在中国有个更好的落地 同时也让中国消费者更加方便快捷地 购买来自全球的品质商品 除了Lisa 来自蒙古国的曾首云 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市场的巨大力量 中国的消费能力 应该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 应该是最棒的 包含它的潜力是非常棒 我们在9月份进驻到中国这个产品 那我们现在是供不应求 就是我们整个订单是交付的不够 生产出来的是无法满足我们现在订单 所以我们已经通过这样的 这一段时间的市役云 我们已经验证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很强 曾首云的蒙古馆面积很小 这是它一直遗憾的地方 因为进驻时间比较晚 所以没有更多场地 能展示它从蒙古带来的更好的商品 曾首云的蒙古馆里 主要经营一些肉干 杀脊脂和羊绒制品 而且生产商都是蒙古国的一些知名企业 这些在蒙古国属于中高端的商品 进入中国仅仅两个多月时间 就被采购一空 甚至供不应求 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惊讶于中国市场消费能力的 还有来自伊朗的渤海 他经营这家伊朗馆 主要销售波斯手工地毯 一进门 他就热情地给记者介绍起了 它的镇点之宝 这块价值70万元人民币的地毯 也是要送到进博会上去参展的地毯 博海告诉记者 它的波斯地毯最低价格 也要几万块一块 但是在中国市场却卖得非常好 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中国市场还有中国朋友 非常了解艺术 对我们来说 中国的市场非常重要 贸易也是连接中国和伊朗的 一个重要桥梁 目前中国的营商环境 在全球190个经济题中 排名第31位 较去年的第46位大幅提升 首届进博会上 中国做出了进一步开放的庄严承诺 宣布系列开放举措 一年时间过去了 第二届进博会上 中国给世界展现了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稳定 更有前景的中国市场 中国有近14亿人口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 市场规模巨大 潜力巨大 前景不可限量 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及其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 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 习近平主席 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质地有声 进博会是消费升级的加速器 举办进博会 让消费者不出国门 就能够买遍全球 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 个性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进博会是中国开放的新动能 它向世人展现了 开放共赢共享未来的中国自信和担当 买全球 汇全球 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成功举办 见证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升级 也注定将为世界带来更大的机遇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